最近英国正在期待的一桩喜事就是凯特王妃即将生子 6月16号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的凯特是挺着个大肚子 参加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举行的87岁的生日庆典 这次露面将是凯特王妃在产前的最后一期的公开活动 马上就将迎来新生命的王妃 看上去是心情相当的不错 英国王室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上周六迎来了第87个官方生日的英国女王 在伦敦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是与万计的英国市民与游客争相一睹王室成员风采 而在王室成员中最受大家关注的 毫无疑问是怀着皇室继承人的凯特王妃 据了解还有一个月就要临盆的凯特王妃 会在庆典之后入驻医院 为迎接皇室的新成员做准备 因此女王的生日庆典就是凯特入院待产之前的 最后一次公众露面 再过一会儿呢 皇室成员就会乘坐马车从阅兵现场 回到我身后的白金汉宫 出现在这个面对广场的阳台上 检阅皇家空军 皇家空军的飞机方阵呢 将会在此低空飞行 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噪音 希望这个还在肚子里面的皇室宝宝 能够从今天开始逐渐熟悉这个特殊的 庆祝生日的方式 身坏六甲的凯特当日身着粉红色长外套 搭配粉色礼貌亮相 不仅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 还与丈夫威廉王子小叔子哈利王子有说有笑 看起来心情大好 其实就在女王生日庆典的前一个礼拜 向来爱爆料王室绯闻的欧洲狗仔们 又翻出了去年凯特与丈夫威廉王子 在度假时被拍倒的大尺度照片 其实这组照片 此前曾在法国的八卦杂志上被曝光 引发轩然大波 近日意大利某杂志又重新刊登了 整整26版的大尺度照片和度假的揭秘 使事件再度升级 显然凯特王妃的心情并未受到八卦新闻的干扰 毕竟眼下她肚子里的皇室宝宝才是重中之重 作为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的第一个孩子 无论是男是女 这位皇室新成员都会是继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之后的 皇室第三顺位继承人 娱乐星天地宇相伟大开眼界报道